大家好,又是我小刚 越来越多朋友 尤其是比较年轻一代的一些表迷 哈,这名小刚我都老了 越来越喜欢这种酒桶型设计的表款 这种barrel shape,tonel shape 今天小刚分享的这一支Wish Do It品牌 酒桶型的设计,机械表机型 网上到手价大概在马币1700左右而已 而且小刚发现比之前小刚测评过的旧款 有很大的进步 那这个品牌是主打在清明价位中的机械表 主要是像这种RM理查德外形设计去致敬的其中一个品牌 这一支是2023年一个比较新的款式 The Pioneer C-L 这一个表盒 它也是一个便携式的表盒 可以给你用来出门的时候 方便带着其他的表 那这一支表从左到右 尺寸大概在42mm左右而已 那由于它是一个酒桶型的外形 所以上手的视觉效果给你感觉有点像43 44这种感觉 那厚度大概在14.8mm左右而已 整体的设计和搭配带上手很热血 要提一提是它的这一支表的重量 这个是它一大的特色 不到100克不到100g 那100g以下的重量确实有惊喜到 原来它的表格是用了这个Titanium Alloy 这种钛合金 所以大大减轻了表的重量 因为小钢之前测评过的那一支Wish Dewey 它是整支是不锈钢材质的 就是Standard Steel的 所以它重量大概在130g左右 所以这一支不到100g来讲 它的重量是大大减轻了 它的这个重量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表格 售价1700多 哇哇哇 竟然有Carbon碳纤维耶 开玩笑而已哦 那其实这一支表的表格 整体是以全黑的这个 刚刚有提到啊 不锈钢啊 参了这个钛合金啊 这种Titanium 就是所谓的钛合金啦 Titanium Alloy 这种材质哦 那你看到的这一些在表格的这种纹路啊 其实是模仿了这个碳纤维 卡本那种独特的纹路哦 那做个做法很有创意一下哦 它不是真的用那个整个卡本的那个表格哦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到有 卡本那种独特的纹路高级感 但又能保持清明的这个价格哦 那表盘的设计和功能也是这一支表 新款的亮点之一啊 那九点钟方向是小秒盘啊 三点钟方向则是一个24小时的这个小盘哦 也是和主要的这个十分针哦 同步去转动哦 意思是透过这个三点方向的这个小盘哦 你便可以知道它现在是白天或夜晚 因为它是显示24小时转一圈的嘛 这个小盘在三点钟方向 所以你可以称它为这个day night indicator哦 就是你可以知道它现在是白天或夜晚哦 那表盘整体是做了这个裸空的设计 六点下方哦 你可以看到轻重百轮在不停的转动哦 那它表带是我觉得这一次有很大的进步啊 因为它是改用了这个Florine 负气的这一种胶带哦 那之前我收到的是那种silicon材质哦 虽然两个都是这个橡胶材质哦 但是如果你拿在手上哦 你是很明显可以知道有很大的分别哦 这一种腹气橡胶材质哦 它是完全不粘灰尘 而且更加的顺滑 还有它那个整个造型哦 是更加的这个那个更加的硬挺啊 拿在手上 所以你可以更加的hold住你的这个手腕 注意重要的是哦 你拿在手上的那个手感哦 是更加的高级哦 这个是重点啊 因为它完全真的不会像普通silicon那一种 感觉好像软绵绵而且粘灰尘这样子哦 背盖的机芯是做了裸空的这个设计哦 21时的这个机芯 而且是28800频震率 这个28800bit per hour 4hz 4hz的这个高频的机芯 而且它的动力储存是超过80个小时的哦 那这个机芯哦 在入门价位的这种机械表来讲哦 你听它的规格哦 我懂表的都知道 它已经比起贵它几倍的这种 例如日本表机芯来讲的话 它这个这个机芯的话 已经可以说是比它更加的厉害的了 表友们还有什么入门品牌的这种机械表 如果你想知道想看的话 可以告诉小刚 黎原在下面哦 小刚有机会就会入手来和大家做一个测评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